然后还有两个网友他们问的问题呢是关于出轨的 关于出轨和背叛难道也是男女对性的认知的差异 男性出轨一般都能得到女性的原谅 但女性出轨却很难得到男性的谅解 说的没错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也比较感兴趣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涉及到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了 他的先天的这种心理感受的这种不同 女人出轨男人是绝对不会原谅的 即使他现在原谅你他日也还会旧账重翻 迄今为止我和我老师我们都没有见到过说 女人出轨然后丈夫原谅 然后两个人的婚姻还可以维持下去 没有的可是反过来男人如果是出轨了 然后又回头了女人多半是能够包容的 我觉得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可能跟传统观念是有关的 始终男人的骨血里边包括女人的这种观念的深处 都有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 所以相对来讲我女人会对男人要宽容很多 那所以这个网友他就想问一下 如果就是他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作为一个女性来说他应该怎么处理 我的观点可能会让这个被背叛者不太舒服 就是一个关系里边 那个被背叛者一定是先离开这个关系的人 怎么解释先离开呢 我看能不能找两个人来示范一下 我们请一对夫妻吧 刚才据我所知第二排有一对夫妻是吗 幸福夫妻也可以那个做一下示范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一个 稍稍开一点点 对 拉手 牵手 对 那这个姿势是应该是代表着一个健康的关系 适当的距离 各自有各自的空间 但他们又连结在一起 这是一个健康而成熟的关系 那如果说这个关系里边有一个人总是挑剔 他总是觉得那个人不好 做得不够好等于是什么呢 往后站 对 指着他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另一个被挑剔的人 单腿跪下来 另一个被挑剔的人就变成了这样的姿势 这个是在讨好 他已经处在了一个弱者的状态里边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 它是会长久的吗 不会的 这个经常跪着的人跪的时间久了的话 他会很痛 就是胸口会很痛的 膝盖也会很痛 膝盖也会很痛的 那也就是说他会反抗 您可以站起来 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在这个里头关系已经失衡 冷战 那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是等于 背离了这个关系 那在这个姿势里边 包括刚才那个里边 他已经从这个关系里边走掉了 这个男人的感情是没有办法 正常的流出去的 那他要怎么办 我们是一定要寻求一个情感交流平台的 如果不是这里 一定是别的地方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所以就是这样的 一个背背叛者 一定是先从关系中抽离的那个人 那应该做一些什么 先预防自己离开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在我们心里边去培养爱 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你身边那个人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真的超可爱的 最后你会发现 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那个人 你一定会牢牢地站在这